七連八的國民黨資深立委賴斯堡 詳細說明立法院議事規則 這是由前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為國民黨新科立委舉辦的戰鬥營 邀請賴斯堡、徐曉鑫等人開班授課 分享如何當個好立委 很多新人第一次到台北來 甚至從外縣市來 然後到立法院來人生地不熟 心裡面是會有一點惶恐的 我就想我當新人的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對新人來講 賴斯堡因為他熟嘛 所以講議事規則 那徐曉鑫比較懂得工坊 來講工坊 那我自己怎麼樣這個 讓新科委員知道 怎麼樣做一個好立委 下次因為很快 大家不要看這次選舉 四年以後馬上就到了 我自己輔選過那麼多新黨的立委 我輔選的時候當選21個立委 46個國代 所以到底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現在就要注意 宣布將搭配江啟成角逐下屆 立法院政府院長的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當選人 韓國瑜這一小英展示高飛的故事 語重心長的提醒新科立委 要好好問政議員一行更要謹慎為之 我要跟你們講 務必要小心防範 雖然我們看起來是國會議員 但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要謹慎的地方 這個時候老師父就很重要了 資深的立委陪著你們 拜著你們 這一點是我語重心長 對不起我一來上來就講這些 但是我們希望你們新科立委 都能夠 認真的問政 優秀的表現 還有平平安安 代表國民黨 千萬不能丟臉 海內外對我們這個黨團的期待 高得不得了 所以我語重心長 也許講了一些你們不想聽的 但是切記 任何時間點 在那個衝突 天人交戰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我今天講的那個畫面 小老鷹在飛 下面有野狐狸在擋 切記 一言一行 各方面一定要謹慎為止 趙少康也認同韓國瑜的說法 同時補充強調 不管怎麼樣就是不能拿錢 一旦拿了錢 做了決定再正確 都會有問題 老政治當然我們希望看各位 越飛越高 但是至少 最後要全身而退 我們看很多人最後是不能全身而退的 下場很慘 我看過泰國 我想這個國瑜兄講這個話是語重心長 反正就是很多時候的確有很多時候是 是要天人交戰 到底要站在哪一邊 到底要做什麼選擇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不能拿人家的錢 原則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不拿錢 我做任何決定是我的決定 一拿的錢 你決定再對 都會有問題 至於外界關切 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之爭 已經表態爭取的國民黨立委 賴斯堡再次呼籲黨中央與寒江兩人不要介入 尊重黨團每位成員的意志 每個人都是一條二十里順序這兩邊 每個人都能把電話 每個人都一百強 那那這個區的區別都會希望國運總共有志才這樣 那會跟黨員黨的話就是 不要像之前上傳統的人說要一個事情 對 我覺得我的點數到逃出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就是希望我們國務的黨部 直接開交通不要介入這次的總教學群 總教我們把每個立委當職位置 趙少康則認為黨團幹部職務都有任期 雙方其實可以坐下來協調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賴斯堡、傅崑崎兩個都自身 賴斯堡多自身一點傅崑崎有地方經驗 還是坐下來協調一下吧 立委員的黨團召集人、蘇記長 基本上都是一年一任 你今年不做明年做 明年不做後年做 我覺得應該可以協調 加油 記者張祺騰台北報導